其實大家很關心這些美麗的脆藥 其實有多少品種 還有我會推薦給大家的品種 以及一定開的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經常買這些脆藥 就是有時開得太快 有時不開 有時放了很久 開一半又不開一半 雖然它很美 亦都很香 但是經常都遇上這些問題 以下都可以和大家慢慢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這個就叫做Sara Burnard 這個Sara Burnard又或者在花市場就叫做沙拉 因為它譯了中文名叫做沙拉 另一種就叫做南富士 Boo Fuji 其實這兩種應該是最常見的 這兩種亦都差不多90%會開的 你選擇的時候盡量選擇一些 其實花包已經看到有這樣的樣子 你就買就可以了 但是有時你會看到有些再生一點 譬如我左手邊拿著這個 雖然看到粉紅色 但是有些再生一點的 其實就比較冒險 就未必會開的了 這兩種 這個紅藍富士和這個沙拉 其實都是我推薦你 都可以在花市場看到的 另外 譬如說我喜歡淡色一點的白色 我就會很推薦你買這個叫做Bullock Cream Bullock Cream 就是我手上拿著這堆 這些就開上來很漂亮 而且裏面每一塊花瓣都是這麼大 而且間歇性有少少紅色的邊 這個沙拉的狀態就是這樣 但是你就要自己看 亦都是同一個idea 盡量看到有些反爆出來才好買 我覺得有時我寧願買熟一點 好過生一點 因為太軟 它在田中切的狀態 切的花軟的時候實在太生了 基本上是沒有機會讓它發育成為一朵花 所以就算放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放到它借為止 它還是不會開 所以千萬不要買太生 但看到顏色的你才好買 至於你說保養它是怎樣 最重要是夠水 而且一定要每天切腳 而且越切越短 它的存活率就越高 至於喜歡紅色的朋友 又或喜歡香檳色的朋友 其實我就會推薦這兩種 因為這兩種其實都是會變色的 這一個就叫做Coral Sunset 又或者叫做日落珊瑚 日落珊瑚 它是會慢慢變色的 但它的不好處 它就會開得很快 大概一天就會由這個變成這樣 但例如你吃一頓飯 送給媽媽 你是絕對感受到心花怒放的感覺 這個就會慢慢變成花心的顏色 就會變成淡色 很漂亮的一個花 其實都是無可取提的 我覺得雖然它開得快 但它漂亮 另外一個我非常非常喜歡的 這個名字都很霸氣的 這個鮮紅色的茅單 就叫做預前表演 預前表演 這個就叫做Performance 開出來的時候是鮮紅色的 然後就會開到這麼大 然後就會慢慢變色 你做到最後就會變成一對 差不多白色的情況 你會看到開到最大就會變成這樣 而且會慢慢退色 有些Vintage的效果 大概需時五至六日 所以在於我來說 雖然這個預前表演應該是相對地比較貴 比起其他那些 我就會覺得這個花我是比較推薦的 因為它比較可靠 差不多九成都會開 就沒有了那些乒乓球的那些硬挖挖 那些不開的情況 其實產地哪裡會最美呢 其實現在以前我們就會說是荷蘭 又或者日本 又或者是以色列 但是以色列通常會在下半年的比較多 或者是年頭的比較多 去到五月的絕大部份的 現在其實都是國內的 國內其實也有好有不好的 所以盡量選一些款長一點 和那個款粗一點 葉子沒有黑色一點點 其實都是可以買的 其實國內的花有時都有一個優勢 就是因為它那個travel 或者運送的時間比較短 通常有cut下來 去到你的花瓶大概兩三天左右 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因為如果你在荷蘭 你由它cut去到你的花瓶裏面 差不多整個星期 所以你有數得計 你可以知道其實兩天和七天 雖然荷蘭的Quality是真的好一點 大一點的 漂亮一點的 但是也反映了它的價錢 這裡其實你自己知不知道哪些是荷蘭 哪些是國內 其實我猜大部份人都不知道 其實有部份是荷蘭 有部份是國內的 只不過我們是選擇了一些比較漂亮的荷蘭 和漂亮的國內的農場的花 特意運送過來 所以大家記得 其實產地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最因素就是你自己去目測 其實那枝花是否新鮮 希望幫到大家 先走回頭 如果大家有些甚麼關於花材 又或者想知道有某一種花 多些資料 又或者如何選購 如何維護它 如何保養它 你不妨可以在YouTube留言給我 我們定時就會upgrade一下 update一下 所以會為大家 希望可以share多些information 關於拆花和買花的一些小知識 希望大家喜歡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Dr.Solomon 這個頻道跟大家分享 所有關於花的知識 拆花的藝術 以及所有美好的事物 記得subscribe、like、留言 以及按下這個小鐘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次的update